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歡迎來到武林一起動起來第六堂課 我是小金老師 我是妮娜威老師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們分享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上課囉 我們現在教第一個動作 平沙若燕 我們現在來分解動作喔 先順便分解給你們看 先把鈴從右邊滑到左邊 然後跑起來右手穿過它 再接 我們側面示範一次 一樣用好鈴之後打開 鈴滑到左手 然後跑起來用右手畫一圈 來我們來看慢動作吧 現在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們 老師為什麼我平常路面會敲到鈴 要記得一件事喔 我們套鈴的時候 棍頭要朝前 不可以朝上 也不可以朝內 都會這樣子敲到鈴喔 現在來加第二個動作 神功回顧 這就是神功回顧 八 第一個步驟我們的腳要先踩 左腳往右邊踩 要先踩好踩多一點比較好轉 然後二 轉一圈 回來的時候左腳再往前踩 這樣子就完成囉 那我們現在來加扯鈴刺一刺 一樣用好鈴 然後平沙若燕先做四個 做順之後 第四個轉身 轉 對 這樣子就成功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慢動作唷 我們先來看見 現在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呢?請問 老師神龍回顧為什麼我都看不到你 這個問題很好 那我們請你那位老師邊示範 我們邊說 第一一樣要套零 第二轉的時候 頭要留的 留到最後一刻之後趕快轉回來正面 看扯零 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到扯零囉 我們來教第三個動作 拋零上手 這個動作很簡單呢 我們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先把零數運少少的 然後運好零之後往上拋 用虎口用這邊接扯零就可以了喔 我們側面示範一次 扯零往上丟的同時 用虎口去抓扯零中間 這樣子就完成了喔 請看分解動 現在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請問 老師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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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